直接在同一盘上打印了4个颜色的小串 这换头过程效率太高了 而且感觉很科幻 像空间站对接似的 哪个是Snapmaker U1打的 哪个是拖铁HRD打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赵亚玩 今天非常激动来跟大家一块开箱 这台Snapmaker U1多头的3D打印机 玩3D打印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这台机器意味着什么 一个全新的多色3D打印的时代即将到来 OK现在咱们一块开箱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分享这种纯开箱的视频了 因为虽然现在3D打印机的新款很多 多色3D打印也越出越多 在拓竹出了多色的换料系统之后 其实后边出的3D打印机形式基本都是一样的 只是大家都在各自的细节上进行调整 而Snapmaker这个换头打印机 应该是3D打印的玩家们都会期待 怎样全新的一个技术路线 来挑战一下现有的这些多色3D打印的技术 从速度上和质量上 看看它是怎样的一个表现效果 拿出它的说明书 这是安全手册 还有一个快速的指南 先打开然后把它提出来 其实这个箱子看起来还是挺小巧的 虽然现在都是桌面机3D打印机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的尺寸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桌面机3D打印机体积也越来越大 这台机器它是多头 但是反而这个箱子来看它并没有这么大 重量也还OK 一个人就可以提起 拆开上边拿掉两边的固定条 这才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近期我装3D打印机 都是根本不用看说明书就正常装 但这台它的形式有变化了 看到我们机器本体了 刺开胶带以后顶上这个盖子就可以拿下来 这个纸板盖子 然后拿出这个配件盒 这是四卷耗材和电源线 SNAP SPEED PLA 高速PLA耗材 来看这边打印头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4个尖导口 这边装出4套的这个挤出的系统 这也是双碳杆 打开正面仓门 里边还有一个配件盒 像一个大鞋盒子 盒子到盒子 4个打印头出现了 工具套装 特佛龙管 润滑油 有一个备用的热端 擦料的垫片 哇 这是一个金属丝的小刷子 我之前确实还没用到过 通针一块布料 应该是在清理丝杆时候用的布 用这个先去擦Z轴和光轴 然后再去涂润滑油和润滑纸 四边都有这个 在这4个换色头上去使用的 还有一些螺丝 解除热床的锁定 给到的羽翼非常明确 这上面就标注了这三个点 然后这里边也贴了箭头 只需要按这个去找就行 还有个小细节 L型的扳手是瓷画过的 而且万一你脱手 小螺丝掉进去 你很难捡出来 考虑的真的很细节 这标注的很明确 还有6个螺丝要拧下来 拧下这个固定件 取出热床下面的固定海绵 取消侧面的干燥剂 侧面镜头的保护膜 取下前盖上的保护膜了 解压时刻 接下来就是安装环节了 左侧的进料器带有L的标志 图里边看着这么小 实际这么带戈 还有点反插萌 L的标志 然后这个线先插在进料器上 分正反的大家注意一下 这往后推 两种粗气程度的导料管 标注了用4毫米的这款 从1号头2号头去穿出来 1对应上面这个口 2对应是下边 然后正面有标注 然后接右侧进料器 和左侧完全对称的操作 接着该安料架了 先从1号料架开始安装 上面有编号 标注了 这个是1号位 两侧有两个眼 对应这上面两侧的一个插口 直接插进去 难道是大力出奇迹吗 这不太敢使劲 怕给它 愣坏了 好 确实大力出奇迹 稍微要使点劲 去摁这个 确保你插的方向是对的 在大力 别生用劲 它这个模块叫做执行头转换器 所以这后面4个叫执行头 将集料槽卡入到位 这边有一个凹槽 凹槽位置朝后 这样应该是后续拆卸的时候 可以拿手去握住后边的凹槽 往里滑动 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换料只需要这么一个小槽就够了 然后如果这里边满了 你再这样取下去倒料 然后这个箱子下边还有东西 核心出装 执行头 4个执行头看起来是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执行头模块 可以看到拿出其他的执行头 上面是没有这个标签的 那贴有这一个标签的执行头 它就是说明书里边写的 要放在最左侧的这一个执行头 然后另外三个是部分位置 直接放在右侧三个位置 首先安装带有标签的执行头 然后撕出这个标签 这中间是个滑块 可以用这个L型的扳手去确认一下 它是可以左右滑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在最左端了 可以看到这有4个销钉是固定位置的 那这就是有它的孔位 根据说明书最左侧穿出 然后向左侧滑动 这就吸上了 不能装完第一个 就按默认的这个经验 来装第二个第三个 第二个开始 这个滑块要移到最右端 确认一下 稍微有一点靠住 我们去插入 然后向这边一吸 不需要很大力 就是正常给它拨到右边就行 只要可以正常的从这个孔穿出来就OK 然后往右推 后盖是一个快拆结构 就是一个磁吸的 然后可以快速装回去 它能够非常方便的玩家快速的切换热端 以及更换里边的一些组件 后期的维护工作也会方便很多 往右 4个就安装完成了 挺简单 我以为这4个会非常复杂的安装过程 没想到就是稍微拨一下模块 一磁吸就完成了 这不是下一步 而是一个提示 不建议手持直行头转换器抓取或放回直行头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直行头 无法精准的挂在机架上 根据建议来调整一下这个同步带的松紧程度 还是要用到你这个L型的扳手 这和这这两个洞 逆时针把这两处给拧松 并不是拧下来 拧松两圈就可以 再手持直行头转换器 按顺时针的方向转动两圈 OK 再重新锁紧这两个螺丝 导料管支撑件 直行头连接线 给它直接装上 另一端是 在这边 包装里的这个小螺丝 这块要拧的螺丝有点多 还是上科技吧 HOTEL的电动螺丝 提高一下安装效率 照注意使用的螺丝长度是不一样的 另一端都是插在直行头上的 但这一端要用的固定螺丝要短一点 ST2.6x10 把稍粗一点6毫米的导料管插入到直行头这一端 现在线歪歪扭扭有点乱 不用担心 只要把这个给卡上 一边是光滑一边带有几个槽的 有槽这一端是卡这个线的 光滑这边是卡特有龙管的 每根线上卡三处 这个位置一个 顶端卡一个 后边再卡一个 建议特弗龙管和连接线的左右也是固定的 比方说我这个统一黑色都在我的右侧 看起来会更整齐一些 这里边还有最后几个固定的胶带 我们撕一下 我去把什么给扯出来了这是 不过还好它就是个卡扣 直接按回就行 虚晶一场 背面这个胶带要提前撕下来 不然不太好处理 现在撕着有点这个状态 不过这个装回去还是挺方便 这个撕的时候用点巧劲 扶着点里边这个内板 不然容易把内板给扯掉 工业设计还是很强的 里边用到很少的螺丝 基本只有金属件的固定用到螺丝 其他的非必要的螺丝使用都是去除的 都是用结构的卡扣 直接卡上的 安装完成了 可以下载它的软件 连接手机的操作 OK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打印了 咱们把它搬到桌子上开始打印 现在机器已经放置到位了 开始安装它的耗材丝 Snapmaker的高速耗材 丝膜仪式 开机 正在下载Snapmaker新出的一款APP 目前应该是刚上线 只有一个评分 这就到底了 还全都是Snapmaker team 就官方团队出的一些内容 所以现在移动端还有待开发 直接使用电脑去连接就可以了 就是使用配发的钢丝刷 来刷这喷嘴 就一开始我好奇这东西干嘛用的 用来刷喷嘴的 我好像给那个小孩子刷牙一样 好了 刷干净我走吧 哇 好丝滑呀 换直行头相当丝滑 请先取一下PEI钢板 好 取线 这还挺特别的 它的校准是这个基座上热床 现在它已经校准完成了 咱们开始下一步 将料架上的耗材插入对应的资料口 它是带RFID的 如果用官方的料直接放进来 它能自动识别是什么料 如果是非官方的 你需要装载后自己手动填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动 只是把这些耗材放进去了 然后这已经自动识别出1234号位 分别是什么颜色 以及它是什么种的叫耗材 PLA 那就打印第1个模型 指导我这预装的材料的选择 然后这分别是模型需要的颜色 然后这边是我1234号位对应的颜色 它自动的把我的颜色给匹配上 还显示出了这个模型需要的客重 需要2小时56分钟 打印这第1个测试模型 把这第1次先把这些都打开 这儿是带电机的 这么神奇吗 我以为这儿手动送了 这儿带电机的 对 它这儿踏了线 所以它不是直接升推的 进到这个位置 自动停了 然后这儿已经识别到了 这4个颜色 现在平台升上来了 拆卸过程当中 难免手上有油 碰到钢板的时候 导致可能模型粘不牢 打印过程当中脱落 所以涂片胶会大大的减少翻车几率 打印了一个特色的多色模型 我们看一下 来感受一下它的换料速度 来看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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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色彩的 说别那只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也非常清晰 第1个测试的多色模型 我们看一下 它的效果 换料槽里边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我们取出来看一下 但这主要是因为这是第1次打印 每个喷头需要进一次料来较准 所以一共就这些换料 看一下这个模型 如果是原来单头打印机 那需要换的料 远远不止这么一点 我们现在把模型取出来 可以看一下打印的模型 因为它是4个头打印的4个颜色 所以这个模型不可能有串色的情况 尤其这种黑色白色 如果一点点混料都能清晰的看到 但这个模型当中 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所有颜色的对位也非常的齐 尤其是在现在这一层 有3个颜色再来会换 也是很顺利的打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小船现在3E打印机开箱之后 都会首先打印的一个测试件 那这台机器它也打小船 但打的小船会不太一样 直接在同一盘上打印了4个颜色的小船 用单头的A1切片 总消耗351.25克 打印时间21小时42分钟 切换到HRD打印消耗307.87克 总时间要14小时54分钟 而Snapmaker U1 耗材总消耗80.77克 总时间4小时19分钟 这4个小船算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测试 每一层打印的时候都要换4次测 因为是高速耗材打印过程 用到220度来打印PLA 但北京这两台正在急速的降温 晚上都在10度以下 然后我们又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开放空间去打印 没有任何的加热测试 打出来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 来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是这种拉丝状态 我得测试一下它是耗材受潮原因 还是说因为这个温度原因 但是打印质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丝去掉之后 看一下它打印效果 底面没毛病 侧面很光滑 4个小船来自4个打印头 一致性也非常好 不过4个小船都是在右后侧的柱子上 有一些颗粒 感觉像每一层拼接的位置 可能要调一下打印设置 如果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朋友 欢迎在弹幕支个招 如果这问题不大 我觉得效果已经非常OK了 我猜测我可能是第一个 在同一盘里边打印4种颜色小船的人 之前应该没人愿意浪费那么多材料 去打印这个 而现在它完全不会浪费材料 测试完换头打印多色的稳定性 进一步测试 打印一个多色可动模型 MEGA裂空座 那要对比的机型 就是当前拓出最强机型拓出HRD 它是单打印头双击出 用上面的AMS 来完成这次的多色打印 然后我在侧面加了一个黄色 因为它是双头 所以黄色其实用的是这一卷 为了保证实验的统一性 也把耗材更换成统一的耗材 全都换成在之前我们打印这空座 用的拓竹的这一系列耗材 所以先把这几个耗材给退出来 退料就直接在屏幕上去点击退料 可以多选 全部卸载 现在我就可以卸载这几点耗材了 直接往外拽就行了 好 现在装载耗材 对于Snapmaker来说 这是第三方耗材了 看一下怎么设置 补充一个刚才拔出耗材的点 可以看一下这 Snapmaker前头拿出的耗材 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没有被切断 它是直接冷拔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 好处是可以把喷嘴里边剩余的料 拔得更干净 错逐之直接取出来的耗材 是切断的状态 是一段干净的耗材 你下次可以直接用 而Snapmaker取出的耗材 就是你在再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把前面给剪一下 其实冷拔的会更干净 因为直接切刀切断的话 它是把最前边给切断之后 然后剩下的那一段 直接挤出去 但是挤出就难免会在最后一点残留一点挤不出去的 因为齿轮和喷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这样喷头理论上会清理的更干净 然后在下次打印的时候 它也不需要额外打出更多的耗材 因为它现在喷头里边是没有东西的 而如果直接切断的话 它在下次打印的时候 需要额外打出一部分东西 去把上次残留的东西给挤出去 比方你打印完ABS或碳纤维的这种高温的材料 下次进PLA 它俩的打印度不一样 PLA会偏低 所以可能残留的碳纤维或者ABS 它没有融化掉 而PLA已经融化了 会把它混合在一起 再喷头挤出 这就可能导致堵头 而这种冷拔的方式 就是每次头里边的东西 我直接拔出来了 它里边就基本没有残 现在我们四角耗材 因为是拓竹的 所以它上面没有直接自动识别 我们就需要手动设置 现在已经完成了 可以远程操作它来打印这条裂空座了 可以看到摄像头清晰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帧率比较低 就会看起来卡卡的 不过拍出延时的效果会非常好 更高清的图像也有助于AI算法 去识别打印异常 这太爽了 零换料 四色打印出的裂空座模型出炉 四个头打印 主体和支撑分离也做得非常好 能够轻松剥离开 打印完这两条可动的裂空座模型 你能猜出哪个是HRD打的 哪个是Snapmaker UE打的吗 我们来看几处细节的对比 那现在来揭晓答案 怎么样你猜对了吗 如果不拿微距去看都没什么问题 现在是针对模型细节 微距来展示几个明显区别 黄色漂在上圆环位置表面 后逐会有些挤出不足 Snapmaker整体比较平整 还有黄色尖端位置 能看到一点点黑色的串色 可能是打印头蹭到的 而Snapmaker整体颜色区分则非常明确 不过Snapmaker上面也发现一点点小缺陷 侧片位置有一个梳起的点 还是不同颜色的 判断有可能是换头 有一定拉丝 导致在打印下一层的时候 把拉丝的废料滚进了打印层里 其他方面其实没什么明显区别 就是时间和耗材的区别了 那Snapmaker UE这台机器 使用下来的一个初步的体验 就是它能完成很多之前 多色打印不能完成的设计 就比如说每层都有四种颜色的换色 之前就压根不可能这么考虑和这么设计 而现在它就变成了一种可能 四个头的打印也是极大程度提升了速度 以及减少了换料的次数 基本完全避免了串色的风险 另外可以看到它打印过程当中 这个打印头是秒切换的 并没有一个额外的预热加热的过程 也就是每个打印头在等待过程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预热 每个打印头它是独立加热的模块 相对应的四卷耗材物可以是不同温度的打印材料 再配合上它非常方便的一个快拆打印头的设计 更换上不同类型的挤出机和喷嘴 我就能实现在同一个模型上使用多种材料来打印 例如说PLA,PTG,TPU,碳纤维增强材料这些高温耗材 能更好地完成模型的一体化设计和制作 以上就是对这台StandMaker U1初步的一个开箱使用体验 后续我也会进行更多的暴力测试 包括刚才提到各种材料混合使用 以及各种形态结构的测试 也想了解一下大家对这台机器 还有什么想测试和了解内容 欢迎楼在评论区 我在整理之后也会出一些更加深入的测评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 那咱们下期见